是 韩爷 沙场参股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们给容生的五大头下了套子 他已经在赌场 欠了我们大笔款子 该是他抵押他持有的容生股权的时候了 该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我去看 唐先生那枪法越来越好了 对了 还有件事情 说 上次救了唐先生那位姑娘 听说又拉不成车了 这次又谁干的 还是谢家 还是谢家 有意思 你说他家大业大 他干吗非得跟一个拉车的女人过不去啊 非得把人往死路上逼 这个 我也不太明白 这谢满堂按理说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他这么做一定会有他的道理 一定是那个小女人在什么地方惹他生气了 要不这样吧 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那个小女人她在干什么 那小女人她在干什么 好嘞 一共一块七毛 一块七毛啊 老板 请问您这需要人吗 你呀 我会洗衣服会做饭 我还会做刺绣 现在呀 是缺钱缺货什么都缺 可就是不缺人呢 那我能收账吗 我们店一概不收账啊 你 可是我经常来你们店的 我要这次还不上 下次一定还给您 求求您吧 我 我也想帮你 可是每天光是我们这个店来来回回都好几拨人 真的没办法你把药还给我吧 我快还给您 下次一定会 我还给我 女人不适合拉扯 漂亮女人就更不适合拉扯 尤其是救过我唐天一的漂亮女人 那就更不应该拉扯 我已经不拉扯了 你 你要 您要干什么 笔 纸 送下来 拿着药 条你也留着 如果你将来只想找份工作 那你就拿着这个条 到西勒门来找我 就说唐天一叫你来的 谢谢 有意思 这是对我有脾气了 给他钱 好